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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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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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站立起来以后呢 应当说可以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没错 双方现在是在边角的绳圈的旁边 这个时候丹达是也想奋力地抢这个把位 想再次把卡拉法拉斯摔向地面 正像您说的那样王老师 现在确实卡拉法拉斯是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不知道这片刻的喘息能否让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可以能够有这个可以说是有效的反击 那么从刚开始的时候双方快速的这个对拳 到后来双方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控制 然后到相持 现在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对阵 没错 从战力对拼来讲啊 丹达也是占取一定优势 毕竟自己的身高比长腿长 刚才卡拉法拉斯非常漂亮的迎期拳 但是丹达好像是来了这个中拳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卡拉法拉斯再一次的主动倒地 是用非常紧的这么一个地面的防守 丹达是再次的 再次的尝试 就像刚才那样用上位啊用拳来给卡拉法拉斯 那么打到现在呢应当说还剩下十几秒钟的时间 卡拉法拉斯呢应当是在对拳上呢 确实是还是要避开这个丹达 所以呢他马上改变办法就是一个下潜 双方缠绕在一起 这样经过双方的这个坚持啊 应当说双方都有机会 经过这个坚持啊 第一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不知道卡拉法拉斯还能不能 用出来这轮来奏效这么漂亮的防守反击呢 拳打的拳击基础也是非常的扎实啊 没错刚刚啊这个卡拉法拉斯又有一个 反击迎击拳的这么一个意识 作为了丹达自己的后背 现在又站了起来 跟第一回合有点类似啊 现在又到了这个拼体力的机会 没错 在虽然啊卡拉法拉斯刚还 刚刚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杂摔 但是从整体的可以说摔法的掌控来看啊 我觉得丹达倒是比较占优势 他关键是这个卡拉法拉斯的那个摔得很漂亮 问题就是后续他接不上 没错刚刚也是因为卡拉法拉斯这个 因为时间上没有把握好在丹达转身那一刹那的没有能够拿到丹达的背 失去一次机会 那个双方又现在回到了战利对拼的状态 可以看到 丹达的这个拳 哎呀 失去重心 刚刚卡拉法拉斯想用左腿的高边腿突袭丹达 但是呢脚下一滑摔倒了 丹达的拳确实是非常的重啊 现在卡拉法拉斯呢已经是鼻子已经破了 对于战利的拳法对拼啊 是高比长的丹达应该多用直线拳 而卡拉法拉斯应该多用这种长距离的弧线型的拳法 现在看来这个卡拉法拉斯呢在对拳上的不占优势 他有的时候呢经常想采用这种爆摔的这种办法 但是爆摔以后依然能够被这个丹达反过来 没错 在战利的对拼方面 卡拉法拉斯 我觉得是如果说想要有突然获胜可能一定要防守反击 而而要打丹达一个措手不及出冷拳突袭丹达 嗯 看这个机会就很重要 是啊 但目前为止看到丹达的拳击方面可以说是明察求好啊 这个刺拳漂亮 卡拉法拉斯的左高边腿是险些打到丹达 在双方的对攻的势头上来看啊还是丹达在采取了主动在一步一步呢一步一步的向前逼 反边拳 现在作为卡拉法拉斯呢 他是也是在想办法 但是呢显得有点乱了 经常是打空 哎呀 最后一拳也是打得非常的重 这时候钟声响了第二回合结束 现在主要是要看卡拉法拉斯在第三回合采取什么样的计策 作为丹达来说呢他是非常的镇定了他的拳头已经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没错对于卡拉法拉斯 哎呀 刚才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个跳前踢 但是啊 让卡拉法拉斯也在落地的时候滑倒了 现在丹达又把卡拉法拉斯是挤在了绳圈边 从这个位置啊虽然对于卡拉法拉斯来讲啊 丹达虽然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但是随着时间的拖延啊对自己也是非常 丹达呢是防守非常的稳健 是的 但是对于卡拉法拉斯啊 这种勇往直前的勇士的精神还是非常深的敬佩 对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卡拉法拉斯呢确实是表现出了完强的意志 刚才是丹达想别打滑 对 现在刚才卡拉法拉斯刚才是连续的 连续出前 连续的拳现在是 哎呀 看卡拉法拉斯能够抓这个机会 现在是丹达被迫要爆摔 卡拉法拉斯也抓这个机会 但是丹达这能要小心了 卡拉法拉斯的断头台啊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 但是力量上还是丹达占优啊 到了比赛还有50秒结束 到了比赛的后期啊 双方啊 这个流汗非常的多 所以说对于关节技啊 脚技的使用啊是非常的困难 另外体力也是消耗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冷准 30秒 好量 20秒 Karlanfa兰斯 10秒 谁将取得比赛的胜利 最后的时间了 哇转圈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 可以说在第三回合 卡兰法兰斯又一次爆发 看起来这场比赛要交给评判决定胜负 想要自己为比赛评分吗 下载i-judge-fights iOS和安卓的综合格柔应用程序 在i-judge-fights.com 你就是评判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a decision 经过三个回合之后 我们以图有评判分数决定胜负 Judge Arvin Lawani scores the contest 29-28 评判 Arvin Lawani给29-28分 Judge Manytan scores the contest 28-27 Pengkun Benete被18-27分 Judge Harvi Ghani scores the contest 29-28 Pengkun Harvi Ghani被19-28分 EFDQ的预算是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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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场出两季的比赛 最后过剩的是蒙古国选手 Dana 他下的苦功夫没有白费 而且呢 为他今年六月份大学毕业 带来了一份厚礼 没错 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敬佩卡拉法兰斯 那勇往直前的精神 今天卡拉法兰斯表现的也相当好 得可别人的开始 不火 不火 要比赛 原谈 不火 不火 突然是